大家好,我是二叔托马斯 今天我们讲讲维斗神传的剧场版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您长按大拇指三秒 我会收到你们不一样的支持,谢谢 说起剧场版,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2006年到2008年的五部剧场版 其实第一部剧场版早在1986年就出了一部 不过这部剧场版二叔并不太推荐观看 这里给大家简单说说,大家知道有这么一部剧场版就行了 因为这部剧场版其实只是漫画第一部故事,部分剧情的浓缩 是从剧场版出现到与拉欧第一次交手结束 而且这部剧场版对原著剧情进行了许多魔改 包括剧情的顺序,人物之间冲突关系等 比如剧情被西恩打败,尤里亚被抢走那段剧情 增加了甲基和拉欧在远处看热闹 以及后来甲基将受伤的剧情从山崖扔下去的剧情 后来剧情出场就阿灵时,还变成了大胡子 原著剧情中雷伊的妹妹埃琳是从亚大王手中救出 在这里改成了从甲基手中救出 而且原著剧情是在击伴西恩后出场 在这里则改成了在击伴西恩前出场 那么原著剧情吸持埃琳的亚大王则被改成了被拉欧干掉 另一位原著中在西恩剧情后出场的人物 神之国上校在这部剧场版改成了西恩的手下 最后被西恩给杀掉 最大的剧情改动就是拉欧在剧情找到西恩前 先一步找到西恩并抢走尤里亚 而剧次郎感到是西恩已经被拉欧打伤 已经没有与剧次郎一战的能力 而且拉欧将尤里亚带到卡山德拉监狱 要在那里处死尤里亚 看过原著的都知道 卡山德拉监狱在原著中是剧次郎营救托奇的地方 这部剧场版里托奇干脆就没出现 监狱长威格尔在这里被改成了被雷伊秒杀 后面就和原著一样了 雷伊被拉欧打伤 剧次郎感到后与拉欧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决斗 结果两人最终全部倒在地上 拉欧勉强还能站起 正在他要结果剧次郎时 阿灵莫名带着光环出现 让拉欧停下了手 他对阿灵说 剧次郎不会死 自己也不会在这里倒下 然后拉欧就离开了 总之二叔感觉 这部剧场版的观感就是让人莫名其妙 可能是给那些没看过原著的 又想快速了解北斗神圈剧型的人看的吧 下面我们就要说说 后面的那五部制作精良的剧场版了 这五部剧场版分别是 拉欧传《血爱之章》 拉欧传《激斗之章》 托奇传 尤利亚传和剑刺狼传 这五部剧场版 从2006年到2008年陆续上映 无论从画面还是音乐制作 都堪称精良 剧型上则是以原著剧型为基础 增加了一些新的剧情 对着四位北斗神圈的主要人物 在人物刻画上进行了丰富 二叔为大家讲解这几部剧场版时 主要会放在新剧情部分 原著中的剧情会简单一略而过 毕竟那部分 二叔已经在TV版的讲解中说完了 下面我们就从拉欧传《迅爱之章》开始吧 这部剧场版的原著故事背景时间 是从剑刺狼遇到修武 到他击败圣地萨尔瑟为止 影片的开始 就是年少的剑刺狼 参加南斗诗人组战斗的情节 修武作为第十人上场 轻松将剑刺狼击败 这里有段剧场版新增的剧情 就是萨尔瑟命令修武杀掉剑刺狼时 托奇出现要阻止剑刺狼被杀 萨尔瑟警告托奇 他可能也会死 托奇则毫无畏惧地说无妨 只要萨尔瑟有这本事就行 算是对援助中 托奇当时不在场的一个补充吧 随后 举行来到正常时间线 剑刺狼和阿林巴托来到巴托的故乡 在这里 剑刺狼遇到一位带着头盔的白衣人 这人看到剑刺狼后 二话不说上前就攻击剑刺狼 这时村子的婆婆出现 告诉剑刺狼那白衣人不是敌人 只是将剑刺狼误认为是坏人 虽然误会解除 白衣人却言不发地纵马离去 举行来到另一边 拉欧正在准备一另一伙 被称为冥王军的势力交战 虽然冥王军人数两倍于拉欧方 但在拉欧眼中只是纸老虎 他现在在意的 只是圣地萨尔瑟的势力 在拉欧身边的人 是他最信任的手下苍牙 这个人物是剧场版原创的人物 援助中并没有 随着拉欧对部下的战前动员完成 那位剑刺狼之前遇到的白衣人 一马当先带领手下冲向冥王军 从拉欧口中得知 这位名为雷娜的白衣人 也是他的得力手下 随着雷娜头盔的摘下 出现一名英姿萨爽的女将 而她和正在观战的苍牙是兄妹 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 面对冥王军的首领冥王 拉欧只是出手一击就将他干掉 战斗过后 雷娜对兄长苍牙说 他发现最近士兵纪律有些涣散 苍牙则说 拉欧已经有了办法 而且这办法是自己的主意 到时候雷娜就知道了 随后 在犒赏事关的宴会上 苍牙带上一名修罗国来的武基 他说 自己和拳王都是在修罗国出生 拳王心里一定很怀念 这来自故乡的舞蹈 在拉欧的准许下 武基开始跳起了曼妙的舞蹈 而拉欧似乎在这歌舞中陷入了沉睡 武基则在舞步中渐进接近拉欧 一瞬间 两把剑出现在武基手中 就在他要刺向坐在那里的拉欧时 雷娜迅速出手 一剑刺穿了武基的身体 这时 拉欧站起则问苍牙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苍牙想要辩解 但拉欧的样子并没有打算放过苍牙 雷娜想要为兄长求情 也被拉欧推到一边 拉欧说 轻敌和怠慢是巴尔的大敌 论罪当万死 说着 他毫不留情地对苍牙打出一拳 看到拉欧对自己最信任的手下犯错 都如此无情 下面的士官被吓得面无人色 苍牙说 自己好想亲眼目睹 拉欧成就霸业时的兄姿 说完 他便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拉欧对雷娜说 念在他往日功劳 准他一人调研他的兄长 随后 雷娜在河边调研兄长时 拉欧来到他身边 雷娜质问拉欧 仅仅一个刺客没察觉 怎么就成了兄长的死罪 正因为相信拉欧 兄长才带自己来这里 因为他们兄妹二人都相信 拉欧早晚会去拯救修罗国 说着 雷娜将配剑拔出刺向拉欧 而拉欧让雷娜将剑刺入自己身体后 又将剑捏碎 他说 在自己霸业成就之前 没人能夺取自己的生命 自己也抛弃了一切 因为自己曾向他们启示 为了霸业不惜一切 雷娜回到自己的住处后 老仆人为雷娜带来一封信 他说 这是苍牙让自己交给他的 苍牙生前说过 雷娜看了这封信 痛苦就会消失 这次的刺杀事件 是苍牙一宣设计好的 因为病魔传身的苍牙 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为了在眼前打败萨尔瑟军 为了严肃军纪 才出死计谋 拉欧答应这样做 也是万分痛苦的 而且被杀的武基 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而苍牙最后的愿望 是希望北斗三兄弟 能够为了拉欧的霸业走到一起 为了实现兄长的愿望 雷娜决定去找杰斯郎一托奇 但他在半路遇到了 萨尔瑟的军队 经过一场恶战 受伤的雷娜被阿里和婆婆发现 随后他被送到托奇的村子 见到托奇后 雷娜想劝说托奇去帮助拉欧 但托奇说 自己已经不再从武 无法帮助他们了 雷娜问托奇 难道他不盼望和平吗 托奇说 用武力称霸的话 即使平定了万民终究不是办法 恐怖统治换不来真正和平 雷娜说 就算是恐怖 如果没人平定这世界恢复秩序 和平就永远不会来到 托奇回答 能做这些的不一定就是拉欧 不是用什么恐怖 而是唤醒人类的心灵 带领人们走和平之路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早晚雷娜会明白的 拉欧也一定知道这些道理 几天后雷娜伤势恢复 在一托奇道别之时 托奇告诉雷娜 在圣地丧瘦的身体秘密解开之前 拉欧现在还无法战胜她 剧情来到剑死狼这边 和原著剧情一样 他遇到修武后 随后与萨尔瑟进行了第一次战斗 被萨尔瑟打败后关进监狱 然后被修武儿子习巴舍命救出 拉欧将昏迷的剑死狼送到修武处 接着萨尔瑟袭击修武的基地 修武被萨尔瑟打伤 剑死狼被修武的呼唤唤醒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 剧场版《将剑死狼被唤醒》这段剧情 重置得非常出色 配合新版的主题曲 看起来非常然 看起来非常出色 第五次战斗 剑死狼被刺死狼被遮掩 剑死狼被《用刀刀的剑》 真是渉辣了 对 干映《用刀刀刀刑》 hod 剧情回到拉欧这边 他接到消息 匈无正在被萨尔瑟处刑 剑瓷狼正在向圣地十字灵急刑 这时托奇出现在拉欧身边 让拉欧去帮助剑瓷狼 不过拉欧认为 剑瓷狼并不愿意得到自己的帮助 而且现在萨尔瑟身体的秘密还没解开 托奇说 自己知道圣地身体的秘密 而且剑瓷狼现在也已经知道 这时老仆人前来告诉拉欧 雷娜已经带领亲卫队去支援剑瓷狼 拉欧听后决定 现在就与萨尔瑟军进行决战 他说 自己并不是为了雷娜或者剑瓷狼 而是为了修武的情意 当时修武为了救剑瓷狼自毁双眼 自己要还这个人情 而在剑瓷狼这边 他被面前不断出现的萨尔瑟军队阻拦 这时 雷娜带领手下来到剑瓷狼面前 要为剑瓷狼打开一条前进的道路 拓齐说 雷娜不是为了剑瓷狼 而是为了拉欧 因为当时拉欧将昏迷的剑瓷狼送到修武处时 雷娜看出拉欧对剑瓷狼的情意 这说明雷娜爱着拉欧 此时在雷娜这边 他在与萨尔瑟军交战时 发现路边一个正在哭泣的婴儿 他过去将婴儿抱在怀中 而树枝弓箭飞来射中雷娜 这时拉欧也来到雷娜身边 雷娜将身上的相亲交给拉欧说 自己想永远留在拉欧身边 看着昏迷过去的雷娜 拉欧的愤怒被点燃 他下令要将萨尔瑟军头土杀光 而在圣地十字灵这边 修武命运十字灵顶 剑瓷狼与萨尔瑟展开了决战 剧场版对这场北斗南斗的终极之战 可以说制作的堪称完美 在宏大音乐的背景下 让这场战斗充满了史诗感 去吧剑士郎 天空に極性は二つはいらん 天空を舞う羽 何人にも砕くことはできぬ 北斗神剑1800年の歴史も ここで幕を下ろす 極性は一つ 天に輝く天帝は南十字星 この聖帝サウザーの称聖なのだ とどめだ剑士郎 北斗神剑王妃 天派滑殺战 万波 後ろの違和感 天派滑殺战 触れずして陶器を持って 飛行を突くことにある 将生落ちるべし たとえ我が飛行が表裏逆といえど 正確な飛行の位置は分かる前 鎧はすでに剥がれている 飛行が現れ 俺は南十字星剣最強の男 この俺を倒すことはできぬ 羽根を持つ南十法王剣に地名の剣を突き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ぬ 鎧はすでに飛ばず お前は翼をもがれたのだ たとえ翼をもがれようとも 俺は聖帝さんか なんと六星の帝王 光る ゴビる 帝王は逃げません 俺は戦争をもらう ここで戦争を変えることは サウォーサーとエンシスの劇情 可能由一篇幅問題砍掉了 最後サウォーサー負け剣死狼後 死去的方式改為了自我了断 這場战斗過後 雷娜醒来时 发现托奇在他身边 托奇告诉雷娜 是拉欧的血位挪移术救了雷娜 而且拉欧说 雷娜不用继续与他征战 就在西边的国家等他就行 自己一定会去找他 托奇说 拉欧也有了从未见过的慈悲之心 而雷娜说并不是这样 其实拉欧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在拉欧即将离开修罗国前 他对苍牙和雷娜说 自己会变强 早晚会回到修罗国来保护大家 也是在那时 拉欧将那个项链送给了雷娜 而现在 拉欧让阿灵将项链再次交给雷娜 这不仅让雷娜泪流满面 在影片的结尾 剑慈狼在山顶凝视着 下面拉欧行进中的军队 他内心知道 与拉欧的决战即将来临 以上就是拉欧传 《薛远之章》的故事 二叔非常推荐大家 有时间完整看看这部剧长版 这才是我们心目中 北斗神圈动画鹰鹅的样子 我们这期的视频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